商务部前10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.89万亿美元 规模已超去年全年 副部长任洪斌表示 1至10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.89万亿美元 规模已超去年全年 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我出口 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4.6%和12% 均创同期新高 我国的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150亿美元 根据协定规定 WIFT将于2022年1月1日 对上述10国开始生效 WIFT硬直生效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的重大进展 将大幅优化与内整体营商环境 明显降低企业利用自贸协定的制度性成本 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 WIFT判则启动于2012年11月 协定了东盟10国发起 邀请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 旨在通过削减级非关税壁垒 建立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涉及中小企业 投资 经济技术合作 货物和服务贸易等十多个领域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表示 WIFT硬促进区域内贸易投资大幅增长 带来蓬勃商机协定生效后 以核准成员之间90%以上的货物贸易 将最终实现零关税 且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内降税到零 这意味着各国将在较短时间内 兑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承诺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1年前十个月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4.55万亿元 增长20.4% 占我外贸总值的14.4%